是的 大家記得碧柔的這個泡泡洗手夜 記得領30元的券到手是75元三平 是的 好啦 所有女生9點鐘囉 9點鐘囉 好嗎 我們今天晚上邀請到的這一位呢 應該是大家會相對來說比較熟悉 所有女生今天加起直播間 又來了一位大家比較熟悉的好朋友 陳坤 歡迎 嗚 嗚 就整個壞髮型了 哈囉哈囉我們又見面了 上次來的時候還是長頭髮 所以最近在忙什麼會把髮型都剪的這麼短 你坐過來一點點 我現在呢就在拍一個戲 在拍新戲了 軍隊的戲 所以要有短髮 但是我覺得無論短髮還是長髮都很好看 都超帥的跟大家打個招呼 各位交集直播間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陳坤 很高興再次跟你見面 好帥呀 你知道嗎 今天喔不知道四個手機是怎麼樣監控我們的 就是可能我這兩個人說陳坤的名字說得比較多 然後我們在看一些社交網絡媒體的時候 他會彈出上次我們兩個直播的畫面 然後有一個人他們就有很多粉絲他們就說 他說 李佳琦跟陳坤在一個畫面裡面 就陳坤就是怎麼都感覺不到他的變化 我有我有 就說 他說怎麼保養可以保養的這麼好是不是 很帥有沒有 就不老男神 謝謝謝謝 所以現在誇你你還會覺得很害羞 我不是我覺得 還是很高興 對啊 誇你當然要很開心啦 好啦 那這一次坤哥來其實帶來了一部非常非常厲害 而且大家非常非常期待 而且剛剛我看到好多妹妹都說 她說 事實人令會非常非常的震撼 她說佳琦你一定要有時間去看 他們得告訴我 所以 對 今天我們來跟大家 就是提前跟所有的觀眾朋友們 和我們的直播的美人們 去介紹一下這部電影好不好 好 所以你今天會說很多的話對不對 對 就今天三十分鐘我就給二十幾分鐘都跟你說 前面的一分鐘我已經說完了 等一下賣票的時候我再說話 其他都交給陳坤 開玩笑 開玩笑 所以你第二次來直播間你會覺得怎麼樣 我第一次有點緊張 我這次我會覺得很溫暖 稍微好一點 對 就不過像上次那麼就是或者覺得不適應的感覺 我上次有點因為節奏比較快 我就 但我很配合你能夠那麼準確的傳遞那麼多的訊息 但是我們今天晚上也希望你可以給我們更多關於是神令的 可能我們在電影院看不到 以及我們看電影可能不知道的一些背後的小故事 好 好啦 那我的了解 就這一部電影是根據一個遊戲叫做陰陽師去改編的 其實我在直播前我就玩過這個遊戲 我之前有玩過一段時間但是沒有玩很久 因為直播太忙了 對 對 所以有沒有玩過陰陽師的 應該有很多吧 玩過陰陽師的大家可以摳個1 那可不可以先跟我們介紹一下 你在這個電影裡面的角色跟人物的性格 我這我這個電影這個是遊戲一樣是改編的 是 所以我們這個整個故事裡面的情人這個角色呢 實際上他是個半人半妖 半人半妖 對 他半人半妖 所以他從小呢在陰陽寮裡面長大的時候呢 那個時候他已經認識了周迅妍的百妮 哦 那個所有人都在希望這個半妖滾出這個人界的很重要的陰陽寮的時候 只有百妮守候了他 所以我們遞結了世神明 哦 那這樣的一個關係呢就促成了我一直到我長大了之後 在妖界和人界之中中間呢有一個自己的體驗 我來收養一些流落被人界也不要 妖界也不要的小妖 小妖 成為我的世神 完了之後呢我們就是守護著那個人界跟妖界的平衡 哦 好的 我感覺回來我把話筒拿近一點點 對對對 或者你可以離我們的話筒稍微近一點點 因為就昆克的聲音非常有詞心很好聽哦 聽他感覺說話我感覺我的畫面都出來了 因為剛剛我聽到一個關鍵的詞 你說了一個庭院 然後我在就是你來之前我搜索了一下關於這部電影的一些訊息 就是我 我看的那個點就是說 你們為了拍這部電影 然後整個製作團隊非常強大 無論是製作團隊還是特效團隊 包括致敬都非常非常的厲害 我聽說那個庭院好像有五百屏還是五千屏 五千屏 五千屏的一個場地給你們拍攝 是的 因為我們有很 我拍戲拍了二十幾二十年 十幾二十年 這次我見過的是 我們在搭搭景的過程裡面是最了不起的 我們從日本請了一個非常棒的一個致敬老師過來 哦 那我們拍到只是我的那個庭院就是五千屏米 然後再搭了那個庭院的時候 你水你樹 還有我們的那些妖妖住在裡面 是 當然他們是小藍人 但是我進去的時候我覺得它是實實在在的 就像一個巨大的一個 啊就像一個巨大的一個另外一個的世界 感覺進了另外一個世界的感覺 你那個時候會不會覺得有點穿越 我很相信 因為它搭的特別好 是 它不是那種版的 哦 所以但是 我想問一下 問一個點就是這個 這個庭院 有留下來嗎 還是說 就拍完了就拆掉了 拆掉了 很可惜 對我感覺很可惜 然後我看了一下 就是這個圖片 就這個圖片好像是 我們來給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就這張圖片哦 就是我找到的一張 關於就是你們在宣發內容的時候的一張圖片 然後為什麼會有穿藍色衣服的人啊 因為我演的這個齊民呢 要跟這些妖座交流嘛 是 那這一妖呢 因為我們要後期才能做 在前期我們在創作的時候呢 就會請到那些話劇老師 哦 他們來演這些妖 跟我搭戲 所以我可以理解的點就是 我知道你們這次的特效老師非常厲害 就比如說像做 就是阿凡達呀 或者是做什麼綠巨人啊 那個 滅霸 是不是做滅霸那些老師去做的特效 是的 所以 所以我們看到那種虛擬的人物 或者是那種虛擬出來的一個角色 其實要老是穿著全套籃子的衣服 然後通過他的速度 他的動作 他的一個表情 他的情緒 去詮釋那個虛擬人物 是的 哦其實現在做動畫不是一針一針畫 或者一針針摳 其實是用真人演然後再把 對 因為他的動態捕捉的話 就前期要拍完 是 拍到後面了之後 大家按著這個動態捕捉的裡面 比如他演的是蓮佑 嗯 我們的那三隻蓮佑的話 後期才因為他的動作 再重新把他的毛髮不斷的做 哦再畫毛髮 哦我懂意思了 比如說 是一個小狐狸 他要跑到一個地方的時候 他那個毛髮的那個動作 他做的每個動作是 哦 就是不穿幫這種鏡頭 是不是 哇所以現在拍電影是 這麼講究的 昆哥你再進來電影 你再進去就要出去了 哈哈哈哈 他們都要在看你 所以 還有沒有什麼點是你比較印象深刻的 在拍這部電影的時候 我在裡面呢 因為談 因為我們這部電影裡面 雖然是一個非常奇幻的 但是它裡面有很重的情感 愛情和友情 但是實際上很 很讓我打動我心裡的一個東西 就是我殺蓮佑那場戲 你殺 你的那個 我自己的 世神的那場戲 那場戲我很 其實我很難 其實我心裡 因為蓮佑是我從小 我收的是什麼 對對對 誤食了那個零食 嗯 他就一定會妖化了 是 他就會成為一個大魔王嘛 那一刻我只能用我的土山劍 把他殺 殺掉 那場戲我 拍了我心裡很難過 因為 因為我自己是有動物啊 因為世神有可能跟我的關係 有點像 有點像 對朋友跟家人 或者是 主人跟寵物 對 的關係 所以 當你要拍那個戲的時候 你是不是內心很糾結 或者很掙扎 對對對 我在當時我演的時候還是哭了 因為我們好幾個朋友嘛 比如舒淇他也是 對對對對 我們很多朋友都是喜歡小動物的 雖然我自己 我小時候 我之前有羊 但是現在因為老在外面拍戲 我就沒有羊 但是我跟他們有感情嘛 其實今天 我也為了 就是 就是讓你喜歡小動物 然後把我的一隻 就是比較 我感覺我的世神應該就是他 啊 是不是 對 那我就感覺就是 所以你在裡面 你跟世神的關係 就像我跟 的關係一樣 好快 Never 快 你是我的世神 Never 拜拜公雞 拜拜 Never 拜拜公雞快點 快給空哥拜拜 Never 你說新年快樂 你聽到 Never你看傻了 看到帥哥你就是這樣 Never 我收你當我的世神 真的嗎 可以啊 可以啊 那我可不可以讓你試一下 看他怎麼在你身上會不會拜拜 好 因為他有一個動作他就會拜拜 你只要掌握到一個動作他就會拜拜 Never Never 拜拜沒有 你這個世神一點都不聽話 世神應該沒有你這麼胖的 你要成為你自己 你就是我的世神 你想幹嘛幹嘛好不好 他們說收了他 那你拜拜吧 所以 Never Never 拜拜 你不要害怕Never 拜拜 我聽說你之前還給他準備了一個禮物 我有 就是把他當作就是世神的一個就是儀式 對不對 對對對 就在這個 完了之後我想送給他吧 來 這個是我們世神令的那個結跟 世神令的結 Never 你不要害怕 這個好好看喔 對 對 我真的很漂亮 他代表了一種承諾吧 就是 永遠不會去反悔的一種情 或者是永遠不會離開你的一種承諾 其實這部劇雖然是一個可能比較玄幻 或者比較有趣或者比較有意思的一種由遊戲改變過來的一部劇 但是其實更多傳遞的深層含義是心理的和情感類的東西 就是無論說朋友跟朋友之間還是家人跟朋友之間還是我們人跟寵物之間其實都會有這樣的情感 其實這種情感可能會被現在的工作或者壓力或者節奏所不那麼重視 但是希望昆哥這部電影大家也除了可以看到我們的很炫的特效很好看的畫面 然後很厲害的演技 然後其實還是要有就是大家可以感同身受一下 想想自己的小寵物 想想自己的家人 想想自己的朋友 那種共情的感覺 好了 你真的是看到坤哥 坤哥給你這個了耶 你不要嗎 這是你的禮物了耶 好乖 好那我們先不打擾不打擾不打擾坤哥 我聽說我聽說我直接把他拿走了 好因為大家想看你不想要被他就是搶了你的位置 就我聽說你們在拍戲的時候是有很多的就是要學的手勢 對不對 每個嗜神就是這樣 所以你可不可以現場教我一個就是你可能在裡面學過的一些手勢 其實最厲害的是韋婷還研發了 他自己研發 我呢我就有一個我自己非常喜歡的我也可以分享這個 那你做到中間跟大家來就是分享一下 其實有一個咒語關於愛人之間 就是人跟嗜神之間其實是這樣的 你可以把它當成是這樣 就這個 完了之后把它交叉在一起 这个前面定在这 完了之后这个时候呢 我交的时候就不行 就是这样 特别简单 但是有一个咒语呢 我悄悄地告诉你 不是悄悄地告诉你 我大声地告诉你们 叫做天地三千收 你知道他刚刚说天地三千的时候 我感觉有混响 你可不可以再来一句 我这个话筒 我这个话筒很厉害 你要不要隔禁点 就把天地三千收给他们听 来哦 听到没没 一二三 天地三千收 是不是有混响 我这个声音也太好听了吧 我的妈 为什么我的声音就是如此接地气 没有没有 我的声音很害怕 因为我声音所以他们就要花钱了 是不是很好听 太帅了太帅了太帅了 好了那今天我们的电影呢 其实也是讲到了 除了就是好看的特效 好看的演技 好看的演员之外 其实也是希望大家可以 看电影的时候会想一想身边的宠物 和身边的家人 以及身边的朋友 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来上第一波的电影票 因为大家都非常非常非常期待我们的电影票 对不对 而且这一次是我们直播间首次 就是相当于买一张电影票 相当于买了两个人的 因为我们以前就只能一个一张一张墙 然后很多人都说 一张一张墙可能我老公去不了 我男朋友去不了 我只抢到我一个人的 我们今天是因为试审令 我们相当于买一张送一张的贷金券 我们以前只能用一毛钱 去贷金一张电影券 但是我们这次是会买一毛钱的电影券 然后贷金一张11块2的一个抵用券 我们再送大家一张11块2的抵用券 你可以跟你的家人 可以跟你的朋友 可以跟你的就是老公 一起去电影院支持我们的试审令 好不好 非常的简单 我们今天一共只有26万张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美们 所有女生 你们先抢 等下我来教你们怎么样去使用 因为我不想要在坤哥在的时候 耽误这个时间去教你们使用规则 等下坤哥一走 我就教你们怎么样使用 好不好 来 我们先抢啊 所有女生 我们先说一个点 就是拍到就可兑换 第二个 兑换截止日期 在2月11号 23点59分之前 兑换掉就行了 来 所有女生 三 马上会上在我们宝宝链接的 第一十三号宝贝 二 一 来咯 对的 一定要输入正确手机号 所有女生 开了 输入正确手机号码 空哥给你看一下 就是这边会有电影票 现在是两万张 现在是两万张 我们上了 然后大家 你知道可以看 没有了 嗯 就没有了 谢谢 所以 我们再来加个十万 好不好 我们等一下再留一点 我们聊一聊再留一点给大家 那我们再加十万张给到大家 好吗 谢谢大家的支持 空哥很帅 当然很帅 空哥要不要再来一句咒语 整个就 对 你就说 天地三秋 买它 天地三秋看它 我觉得这个咒语可能比较厉害 好 天地三千 看它 哦 有一种不看不行的感觉 你知道我现在都非常非常想去看这部电影 哎 我们加好了十万 没了 好了 那最后一十 一万我们留 留的等一会儿 我们再聊一聊 好吧 我们再聊一聊 好吗 我们再多挖一点 就是你们可能在电影园 看不到的 和可能不了解的一些 后辈的一些故事 好 那 所有女生 就是我想要问坤哥一点就是 在这部电影的拍摄的期间 你觉得对你来说什么事情是最难的 就比如说学啊还是演啊还是浮画啊什么之类的 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其实我 刚刚我那场戏是我最难的 还有一个最难的就是 因为演妖我其实没演过 演妖嘛 就是妖 呃 因为 呃 我以前演过有一些 戏剧化的角色 但是演妖的话 我其实很难去感受得到啊 啊就因为你没有一个参照可以去模仿 你只能去想象 对但女生演妖的话可能会比男生演妖有一些可借鉴的 是吧 因为他们是因为 因为一般都是女生 女生是要腰比较多 男生是腰就 好像心里没有一个参照 哈哈哈哈 对我来说比较难 所以你是怎么样调整自己的这种心态的 我就 绷狂赌剧版 不是不是 哈哈哈哈 好了我就有一天我喝酒 我就喝酒了 我就找不到什么感觉 第一个是化妆老师给了我一个帮助 就是给我眼睛这个地方呢 有放 是我看了剧照 对 你这眼睛前面画了两条银色的眼影 对对对 这个就是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 哎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这张眼神杀我的天呐 这也太好看了吧 我觉得我觉得如果可能很多人第一眼可能都不太认识了 嗯 对不对 因为整个感觉哇太帅有被杀到的感觉 哎 帮我们掐镜头 我们掐镜头 你们不要整个帅到整个工作都不工作了 来 所有女生看一下 整个杀到不行我的天 好帅对不对 他们好年轻 本来就很年轻 会不会说话 啊 只能买一张吗 我们买一张是送一张 所以大家还可以 等一下还可以再买啊 不要着急 我等一下会具体说我们的电影票的一个兑换的一个方式 所以你那个眼妆是摄影师 不不你化妆是帮你加的 帮我加的 对啊 他就为了让你更好融入到角色里面帮你加 对我就因为有了这个我就心里有点感受 但是当天回去了之后我又跑了 哈哈哈 完了之后我就我就做了一个事情 我就喝喝喝酒了 喝酒了之后我就我就把那个衣服也带回家了 嗯 带回家了 但没有化妆啊 我就喝了酒 我在房间里面躺来躺去躺来躺去 我就有但那有一刻我就我就觉得还是没有找到 我就喀 就往那个沙发上 沙发的床上一躺 一躺 嗯 我在落我真的不是真的不是不是故意 循环的事 我就在那落下去那一瞎 我头撞得有点疼啊 是 但是我好像那一刻我就觉得哎好像我觉得有什么感觉 我然后我第二天就去就演开始演演 因为我前面是演人嘛 是 我想要演情名更像人 就是我不愿意我自己是腰 嗯 但是我第二天拍的就是腰 就是我已经进入腰界那样子 我头发梳起来是白色那个衣服的时候 我就想 第二天早上就我去了那我就这样拿扇子就这样做那就那一场进红楼那一场 突然就有感觉了 我觉得那个是帮助了我 你们想不想现场看一下 就是腰出来的感觉 哈哈 你们想不想现场看一看 我们坤哥把里面的腰的角色出来的感觉 这样吧 就是今天也很荣幸让坤哥写了一把扇子 我写的不好我写的不好 你写的很好我就觉得你不要太谦虚了啦 我那个这笔子不合适我下一次 写写更好的是吧 那太太太棒了 美们我们就是写了一个在座在下情名 因为会有一个这样的话对不对 是一个扇子挡住的我看过那个镜头 是露一点点眼睛出来的 对对对 所以你来教我们一下如何用眼神 就是眼神杀好不好 我们不能说用眼神杀人 就是眼神杀 来好 交给你你带中间来 杀一杀我们的所有女生 其实他呢就是我在演那场现在因为有妆嘛 还有那个镜头也是他有光影 完了之后我就会因为太明显的话 他不能强化你的眼神 是 就是直接给 所以你就会稍微要挡住一点点 完了之后呢 然后就往前面走的时候 你会有一点微微的虚幻的状态 就眼神 然后在虚幻的过程里面就会说 在下情 是但是还是因为镜头光线的帮助 所以我在现场可能做的没有那么好 没有没有已经很好了 再来再来一次 哦好厉害哦 那他帮我写了一个在下家旗 哈哈哈哈 你确定 你确定我要来 我会上场 真的 所以扇子不用打开很大对不对 还是说一定要打开很大 就是小一点好 小一点 我跟你说真的 你要我在这么多人面前直播 没有任何问题 你要我在这么多人面前 眼神杀 你还不如把我先杀了 你确定 这真的很热 我现在非常热 我现在整个很红 我的天哪 所以就只能露半只眼睛 就是露半只眼睛 好好好 看镜头 可能是一拿开斗鸡也出来了 啊 好 正经 我真的正经 我真的认真正经 在昆哥面前要正经一点啊 深呼吸 谁笑 谁在那边笑那么大声 很好很好 你确定很好吗 我感觉我很呆滞 我感觉我没有任何的情感 有有有 所以最好赛的是你 就写给我 昆哥写给我的在下家旗 我把他留着 真的太太太太太太珍贵了 所以就是你们在拍戏的时候 其实每个动作 每个眼神 一定要融入到那个角色里面 他才会像 或者他才会说是 那样子的一个状态 就大家 你演出来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 哦 他真的就是一个腰 对 那种感觉 对 反正就是你 你得自己非常的相信 相信 这个时候就会有导演啊 镜头啊 灯光啊 没说话 他也会帮你 所以在这样对手的一个传递 你就很容易进去 如果你心里不相信的话 如果他们帮上你 你也会 你也很难进去的进去 OK 那我听说昆哥是四川人 所以可不可以用四川话来 说一句 比如说就是什么 是神令 你们一定要去看他看到 或者你用一句四川话来 给他们种草这部电影 都可以 可以 好吗 好的 那我们来听一下昆哥的四川话 哎 我好像我提前还写了一个什么 你还写了一个 等下来 你也在哪儿子嘛 你也犹豫了 十四年妈妈要上了哈 留年你打脸出去 请要周静点缘 支持我们十四年 拜托 拜托 准备好了没有 不要再犹豫了哦 所有女生今天试神令的 定代金券来咯 我们再加最后的一十三万对吧 我没接受的话 还有十九万 我们就把最后一十九万 试神令的代金券 上给大家 你们准备好了吗 刚刚又加了十万张给我们 所有女生 真的有时间 大家可以支持一下 由 陈坤和 陈伟霆 以及周迅舒淇主演的 试神令 还有 没有舒淇 对 周迅主演的 对 那个试神令 对 啊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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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舒淇特别喜欢你 我也很喜欢 他当时来 他特别高下 问你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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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准备 一九万张 三二一 上链接 十三号宝贝哦 我们马上加 十九万张 全部加给大家 马上啊 马上加 哎 昆哥快看 十万张 在这哦 要填正确的手机号 还有所有女生 八万张 十万张全部加上来了 十九万张 我们最后十九万张 没有了就真的没有办法了 大家可以真的赶快去买起来 我觉得这部电影是可以值得R刷的 应该可能第一遍就看特效 第二遍看情感 还是说第一遍就可以把情感和特效一起看完 也可以看完 但是如果去第二次更好 对去两次更好哦 所有女生还有最后五万张 赶快去抢 因为我们这个今天晚上 一共是帮大家开始准备了二十三万 然后刚刚我们的讨票票 立马又帮我们增加了额外的十万张电影票 只记得填好自己的手机号码 就可以了 好不好 拜托了 对的 一定要记得填好自己的手机号码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 还有四万张啊 大家可以自己去拍 在我们的宝贝令记得一十四号宝贝 填好手机号码 只能买一张他们说 限量八寿吗 一个人只能买一张 因为我们买一张送一张 对的 等一下我告诉你们好不好 那可能一个ID 赶快你老公手机再抢一张啊 对不对 让你闺蜜再抢一张啊 对不对 只能买一张 他们说只能买一张 还有最后的一点点货啊 还有最后的一点点货啊 你们让他们 让讓淘飞飞给我们再来 每个人可以多买吧 淘飞飞老板 人呢 我真的买了多少 只有你限购了 你一个人只能买一张 已经加了 还有最后的三万 都加了呀 你要帮我把限购取消啊 你一个人只能限购 你限购要我买一张 我马上确认一下 等一下 老板在旁边马上确认一下 想买三张怎么办 等一会儿 一定要老板加 老板在旁边 今天老板不加上来 给我表演个眼神杀 老板 如果不加 你就给我表演个眼神杀 后面的亮 原来陶佩佩的老板 还会留一手的 我也发现了 真的很鸡贼 谢谢大家支持 因为这个电影呢 我没有 真的是还蛮不容易的 我们这个电影 李维然导演完成了差不多 中国没有一部电影 有2500个特效镜头的 我们这个电影 有可能是唯一的一部 2500个特效镜头 已经所带来的诚恳度还是真的有的 我很希望大家能够去 电影院支持一下 我觉得不仅要电影院支持 如果你去电影院看了 觉得觉得真的很震撼 觉得真的 你感受到他的情感 你感受到这部电影的特别 我觉得还需要 就是发一下朋友圈啊 发一下社交媒体啊 可以让更多的 对吧 你身边还没有 可能没有听过这部电影的 以及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 都去电影院 可以看一看 但是还是一定要提醒大家 我们去电影院的同时 一定要遵守当地的防疫政策 去影院的时候 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 让我们一起开开心心过新年 让快快乐乐看 是神力 好不好 所以老板可以了吗 限购取消了吗 正在取消 美们 限购正在取消 大家不要着急啊 他们是写的 每人限购一份 对我知道 已经真的 所有的电影票都没有了 老板说等一下 把我们再加一点 我们把限购一取消 我们立马再加一点货给大家 好不好 再加十万二十万 这老板说了算 怎么我跟淘宾老板说话的时候 都会有一种你知道 在说 说对联的感觉 都是压病的 对的 好不好 谢谢大家的支持 那这样吧 就是我们在改那个 就是后台的时候 我们让坤哥给大家 再送第二个祝福 我们上次送的是 送2020年的祝福 你上次来的时候 不是说了一句话 给所有的男生 跟所有女生 那如果你2021年 要你送一句祝福的话 你会想跟他们说什么 其实我觉得2020年 是很不平凡的一年 所以到2021年的春节 我很希望大家能够安全的防护 保护自己 同时把新有归处的家 有可能放在你心里最深的地方 如果假设您不能回到家 跟家人团聚 也希望你在现在留待的地方 安全温暖 同时希望一切都好 这真的是坤哥说过最长的一句话 还有快快乐乐的去看 是神令 快快乐乐看是神令 是的谢谢坤哥 谢谢 真的太帅了 我们的后台马上就会帮大家改好 可不用限购 然后我们帮大家把货也帮大家加足一点点 好不好 谢谢大家 如果是刚刚正来的美女们 大家先赶快去抢 因为还有最后的一点点一点点的货是可以买的 好不好 一人只能限购一张 我知道马上我们帮大家去做 那个就修改 如果你想要多买的话 然后带家人带朋友一起去店员支持 是神令的话 我们可以帮大家马上去改一改 修改一下我们的后台 好不好 谢谢大家的支持 其实今天 我们就是趁这个时候 在改后台的时间 其实今天坤哥来 好像上次来是因为他 结果我今天好像也有他 是不是 那不这样吧 反正正好下一个缠门就是我们的 伯朗 谢谢 对 对 我们的踢十刀了 那正好就要坤哥再做几分钟 好不好 好吧 再喝再做几分钟 啊 好 那帮我一起介绍一下他呗 好 就是是神令介绍完了 我们介绍你代言的品牌 来了 好 所有女生 给老公 给爸爸买的新年礼物到了 好不好 为什么在最后一场 今年的 今年年初前的最后一场直播 售卖直播会带给大家这个 因为很多人说 加琪我好像还没有准备好我老公的礼物 我自己好像已经买了十几二十个快递 这一款伯朗小猎豹的七系 就是坤哥代言的一个系列 而且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一个 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样的大礼盒的包装 这个礼盒包装里面还会有到一些 比如说收纳袋啊 包括我们的一个 就是香水啊 都会在这个礼盒里面 所以我觉得用这个来送给你老公 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那我们先让坤哥来介绍一下 为什么我们要买这个 就剃须刀 因为你知道吗 五系呢就是免冲洗 七系特别好 三百六十度呢 它就是无死角的可以剃掉 九系就是我自己用的那一个 是科技特别好 这个盒子是代表着博朗一百年 它跨越了这个时代 所呈现给用户的 他们的一个科技的凌结吧 是而且刚刚坤哥说的非常好一点 就是三百六十度转 就是你的下颌线 包括你喉结等死角的地方 都可以把毛发清除得很干净 而且这一款机器 还有一个好的点是什么 它是机身是德国进口的 所以它更有保障 它用起来的时间比较久 你给他买这一台 五年十年不用帮他再换 另外一台T恤刀了 所以我觉得男生 还是要有一个 稍微好一点的T恤产品 而且这一款 哪怕你老公是出差 你只要充好一个小时的电 它可以连续使用50分钟的时间 所以老公出差十天 十五天每天早晚 刮一下胡子 那两分钟左右 是一定可以帮大家在 外面的时候不用带插电头 而且这个就是那种 你知道做充的 所以你只要一插上去 它就可以开始充电 我会觉得很方便 而且对于男生来说 会很实用的一个款型 好不好 这个所有女生 所有女生 准备好了没有 今天晚上 这个礼盒 真的非常的划算 天猫店铺价 1599 加起直播间 倒耳价 999 里面会有到 375元的大礼包 有65年的 65块钱的 百年典藏礼包 在家博朗的百年周边限定 冰箱贴 以及178元的 亚顿香水 在家 我们送给大家的一个 男生出差的时候用的一个洗漱包 限量 6000份 6000份 准备咯 还有一个偶类身体乳 限量6000份 321 来咯 限量6000份哦 赶快来抢咯 商令街 我们的博朗来咯 天猫店不夹 1599 加起直播间 999 给大家 好不好 谢谢大家的支持 是的 我们先去付定金 因为这是最大活动力度 然后正好在新年前 就会帮大家 送到家里面 因为我们是 2月2号 晚零点付为款 然后就会发货给大家了 好不好 谢谢大家 博朗来咯 赶快去抢 还有700 还有500台 所有女生 直接拍就行了 这个T恤刀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好不好 电影票 电影票 要跟大家说句 很不好意思的 因为 因为会 就是违反我们 那个平台的规定 所以可能 不能取消 不能限购 但是因为 你买一张就是有两张 所以你就让你的闺蜜 赶快来买 或者让你的老公 赶快来买 就行了 让他们用他们的账号 赶快来加起直播间买 那老板不能取消 那个限购 我们可以加货 对不对 加亮 老板说了加亮 好不好 那所有女生 我们帮大家把电影票 再加十万上来 然后 你们让你们的 就是闺蜜 或者是朋友 或者是家人 用他们的账号来加一直播间 先抢我们的电影票 因为这个是买一次 就可以有两次的代金 我们得要教大家去使用 好不好 谢谢大家 谢谢坤哥 辛苦了 辛苦辛苦 辛苦 辛苦 辛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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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 好 谢谢 希望下次再见 下午电影 辛苦 好的 好的好的 谢谢大家的支持 电影票给大家加好货了 然后 记事刀也是加好货 大家可以直接去拍了 是的 我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这款地球刀 还是先跟大家再说一会儿 然后我们等一下再说电影票 刚好正好收到我们的记事刀 因为我跟大家说一下 美们 真的 你给自己买那么多好产品的时候 也需要给老公或者家人或者爸爸送一个礼物 你知道男生呢 他们其实在护肤上面最大的痛点就是干嘛 就刮胡子刮不干净 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刮胡子刮到可能会很疼 有的时候那个刀片太过于快 会容易拉伤肌肤 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下 美们 如果你的看到你老公这边会有很多那种红点点红疙瘩 其实都是可能用那种刀片刮伤口 刮出来的伤口 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那种不是有360度这样旋转的一个 可以看到了没有 这样旋转的一个刀头 它可以刮出来那种很漂亮的 像鞍唇蛋一样的那种下巴 对 不然的话反复敏感就会越来越不好 很多的老公这个下巴地方会反复的泛红 跟反复的敏感 所以博朗就帮你考虑到了这个需求 然后包括所有女生 我们这一款的话 它是可以帮助大家充电 是直接放在我们的产品上 就可以直接充电 就很方便 而且我们还送了大家这样的一个 看一下 每门旅行袋 你就可以把它放在旅行袋里面随身袋 然后还有我们的身体乳 还有我们的香水 还有我们的周边 包括是一个礼盒的形式 对的 这个套装是1599 加起直播间 多少家只要999 在宝贝链接的所有女生 14号宝贝 我们帮大家加获了 这是年前的最大一次活动 对的 这是年前的最大一次活动 大家喜欢的话 领450元会券 好的 刮胡刀真的很配 你的男朋友和老公 或者是爸爸的 因为我给我家的人都买很贵的 很贵的刮胡刀 而且是新年 对 而且是新年 情人节也是在2月1日 对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日子 是你最好送礼物的一个日子 因为又到了新年 又到了什么 情人节 好不好 谢谢大家 赶快去预订 2月2号付完尾款 就发货给大家 刚刚拍过的日子 一定要去详情页 刚刚大家是花一毛钱 其实买到了两张优惠券 其中一张呢 是我们12块 11块2毛钱的观影带金券 额外还会送大家一个 试省令的专属红包 那大家其实是可以直接抵用 或者是两张一起抵用 只要你的单笔订单 是满31块钱 就可以直接使用 我们刚刚的观影券 那额外在使用观影券之后 如果你这笔订单 还是高于31块的话 你这个红包可以直接抵掉 又再抵一次 对 那你也可以分开 比如说我这笔订单 没有买31块 我可以单独用观影券 然后额外 你买第二张的时候 单独用专属红包 都是可以的 说简单一点 就是其实你们花0.1毛 就买到了一张观影券 跟一张试省令的红包券 两张两张 懂了没有 再说一遍 你其实买了0.1元 是一张观影券 跟一张红包券 你依旧一个观影资格 是只要满了31 就立马减11块 第二个红包券 也是满了31 就立马再减11块 做个example 就是一张呢 比如说是跨电满减 是 一张呢 是李佳琪直播 这优惠券 懂意思了吗 这张优惠券呢 你可以分开用 你也可以在一起用 但是前提 你在结算的时候 是高于31块钱的 对 高于31块钱 就可以结算了 好不好 对 来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再说一下 对换方式 对换方式 刚刚说到的两张券 大家其实是可以通过 你要怎么找到它 你可以直接在手淘里面 找到卡包券的方式 没错 然后呢 在这边点击 其他选择电影票 然后再进入我们 试审令的代金券 就可以直接使用 使用的方式 大家其实也是可以 直接跳转的 包括它会跳转到 淘票票的页面 然后你可以选择 对应的场次和座位 之后确认选座 然后提交订单 那刚刚说到的 额外的专属红包 其实大家也是可以通过 两种方式 一种是支付宝 一种是淘宝 APP 是的 都是可以直接在 红包里面找到 查看的 好不好 可以直接在红包里面 查看 也是可以使用 如果大家还是不清楚的话 可以下滑到详情页 因为有详细的介绍 如果大家还是不清楚的话 那就联系客服 没错 都是可以帮大家解决问题的 对的 其实可以往下滑 看详情页面 详情页面非常非常的清楚 对 为什么一个人不能买两张 因为观影的一个规则 对对 淘宝要不要的平台规则 因为这真的是在亏钱了 对 因为今天就是一毛钱 可以拿到两张 我们以前是一毛钱 只能拿一张 对 懂了意思了没有 对 懂理解 好不好 因为我们这个是要 限购给大家的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 邀请你们的亲朋好友 来加息直播间来购买 只要他有淘宝的账号 就可以来加息直播间购买 好不好 没有错 让他的账号来买一份 又是两张了 然后让你另外的闺蜜来 再买一份又是两张了 填塑手机号可以再重新买的 对 好不好 过期的话是在2月 是的 2月11号 2月11号之前过期 2月11号之前 如果没有兑换就过期了 对 好吗 谢谢大家 喜欢加息直播 关注我们的直播间 多多关注 好不好 那我们继续 来下一个 电影票还可以加吗 电影票还可以加吗 可以啊 那我们加电影票吧 对 那我们先加电影票给大家 先加电影票给大家 巧克力已经真的卖完了 巧克力真的已经卖完了 接下来下面一个就是我们的 绞肉机了大家不要走开 绞肉机如果今晚没有抢到 就真的没办法了 好不好 怎么只能买一张 一张就是两张 你买到了一张就有两张带金券 就是两个人可以看 嗯 来我们电影票加好咯 在宝贝链接的 13号宝贝啊 大家可以自己去拍我们的电影票 好不好 谢谢大家 喜欢加息请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 多多关注 都动 都动 都动